当一个员工死活都要辞职的时候,说明这个员工已经对公司老板彻底死心了,因为实在看不下去,所以选择辞职。 马云说过员工要的很简单,就是两样,一个就是一份稳定不错的工资,还有就是一个好的工作环境,如果满足不了,员工辞职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其实说白了,员工是否辞职决定权完全在于老板,如果老板真的让员工有一份安稳的工作,我相信员工肯定不会辞职的。 下面看看这几个员工的辞职理由吧,老板,如果你真的想给你的员工涨工资,请大放一些,工作了这么久,支涨了几百块钱工资,你知道竟针对手出多少工资请我吗? 老板,对于人才要留住,对于人才你还要这么抠门,那你就是在赶走公司的人才呢,最讨厌的就是延迟发工资的老板,员工的工资拖欠不得。 知会画饼的老板是让员工最恨的,当初说的那么美好,其实全都在放屁,对于这样的老板,希望职场朋友一定要注意。 工作多,工资低,把员工当成奴隶一样去使用,这样的老板一点也不能体会员工的心情,员工早晚会造反。 还是那句话,最重要的还是老板,老板的做法决定了员工的流失率,老板抠门,辞职员工自然很多,老板大放,公司的人才肯定会越来越多。 也希望职场朋友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,有一个好的公司老板。 大家对于这些老板是如何看待的呢? 写在评论中,每天分享职场故事,职场经验,职场技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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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